蘇智蟹三公分結婚 不行 那蘇智蟹三十公分 廢話 臉樓下會壞掉好不好 下一題的話是 澎湖的小布丁他說 他有一個感情困擾非常煩惱 他說他跟他男朋友在一起一年多 但他現在都還有跟前任的女友聊天 關心彼此 他已經有跟男友說過這個問題 希望他可以不要這麼做 但是男友卻說 可是我跟他已經認識了很久 我們已經真的不會在一起了 我覺得不應該因為你的懷疑而隔氣掉 我這個朋友 或這個關心 所以他心裡覺得還是有疙瘩在 所以他希望你們可以幫幫他 因為他的男友是射手座 有沒有比較好的解決方式 這我是有親身經歷過 那你怎麼解決 那是當時的男朋友 他跟他那個前女友 他們兩個每天都講電話 講電話太over了 我真的沒差耶 我就讓他這樣子 什麼 我是真的沒他 你不生氣 我沒有生氣 我好像 那萬一他講電話的時間比你還長 或者是你打不進去 你要找女朋友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是上班族 我上班的時候不能講電話 然後他們的工作比較自由 所以他們上班的時候 是可以邊做事邊講話的 那下班還在聊 下班我就不知道 沒問耶 沒有就你要打電話的時候 他一直打不進去 有人嗎 那個男朋友是 你這樣很過分耶 可是我是真的不在意 因為我覺得在意沒有用 對啊 在意沒有用 因為只有我跟他講了他 我在上班我是沒有辦法知道 他到底打給他 所以我就選擇就放空這個 對我真的 這個好像也是一個得失心的一個部分 就是他沒有得失心 我沒有得失心 那晚上睡前 如果他又再跟他聊天 沒有他有一次最誇張的是說 欸我說萬一你中樂透了會怎麼辦 就是頭講 然後他就會回答是說 喔我要先分筆錢給那個前女友 蛤 然後這一次我就真的翻臉 為什麼 這我就當場翻臉 因為他是他的上司喔 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 Bron沒有另一個 我不知道他就說 他不是要分給我 也不是要給他家人 他是跟你開玩笑嗎 沒有他認真的 他說要給那個錢 譬如說先給200萬給那個前女友 這一次我就翻臉了 這個我就翻臉了 可是頭講200萬就算了吧 頭講不是好幾億嗎 頭講不是好幾億嗎 頭講有好幾億啊 但他第一個說要分兩千塊 沒有這不是錢的問題 他要是生氣的問題 他分他10塊我會生氣啊 對啊可是我就說 你去禁止他也沒有用啊 所以你可以先問一下 他們以前的關係是什麼模式 他們以前的關係 就是因為遠距離而才分開 不是因為不愛的對方 他這聽起來很危險啊 聽起來很危險啊 所以這個是還要 很有舊情不然的可憐 沒錯他就是很擔心 所以一直跟男友講 我如果是他我會 我真的會生氣 你會怎麼做 把這樣封鎖三次 沒有我就說那你可以 欸你不是最會收服射手座 那他現在他就一直 你是他女朋友 然後他一直跟他前女友聯絡 然後他前女友在洛杉磯 那他在哪 他在旁邊啦 但是他就是一直跟他聯絡 那我會看他聊什麼 但我不禁止 我會看他聊什麼 不然你也找你的前男友 沒有我跟妳講 沒有沒有沒有 你跟男友一起聊 就是 三人開個群組 不是不是 就是拿他聊 然後比如他問了 他總會問一下問題 欸我覺得他要那樣 就是你知道 變成你們都是朋友 我覺得 可是就是這個 這個做法心臟很強大 因為這樣很累耶 就他平平就不想跟他當朋友 然後就還要跟他當朋友啊 如果是這個女生說 欸你幹嘛一直給女朋友看啊 如果有這個疑慮 那我就會大翻臉 欸那我也遇過類似 比如說之前教我的人 然後他帶我去他前任的餐廳 因為他們教完很久 然後很常帶我去他們餐廳吃飯 然後他們聊得很開心 這我ok 這我也ok 那你咧 那你不要他們有身教啊 你不ok對不對 很常 你不ok嗎 我是ok耶 當下 我也ok啊 沒有我是舉這個例 問你們我不ok 我ok啊 幫他們因為有一起養貓什麼的 所以他們有時候會有些貓的交流 不用拿東西 那貓在哪 就是他們各自都有養 然後互相交流一些貓的餐廳 那可以啦 但就常常去人家家 對方家 你雖然有說不ok對不對 沒有我不知道啊 哈哈哈哈 他一直在加深那個難度 對 變加深 因為你們說我ok 他舒服 我先講寫薄的 還是他家喔 我們兩個不像星座 你要怎麼樣 所以他家就不行啊 我當下是ok的 有去他家嗎 但是我畢竟跟 有啊他有去他家 很常 就拿 有很常因為送貓的東西過去啊 拿到上 就是之前那一題啊 自己養的東西 長寵物的啊 對啊 但我建議他的做法 我覺得就是一起跟那個人聊天 比如說 對對對 就一起看一下說 欸我覺得他應該要怎麼樣 你認真給他一些 或是我那時候 私底下跟那個人聊天 蛤 這樣還要跟那個人聊話咧 不要 還要加他賴 不用不用 就是關心他的 比如說動態那種 對 你要跟男朋友一起關心那個前流 雖然你會很難過 但你要做到這個事情 是不會 然後男朋友反而會對你加分 喔 事出友好就對了 對 但如果男朋友因為這件事情 跟你生氣 那我會覺得 男朋友比較愛他 因為如果他為了這個朋友 而忽略我這個女友 那就真的可以反抗 沒有啊 但他可能只是覺得你無敵取鬧 但他朋友真的沒有在一起啊 那你為什麼不讓 那如果是朋友 你為什麼不讓我一起關心 你可以關心啊 那對啊 那我就一起關心啊 我說如果我事出關心 欸他怎麼樣 他跟我發飆 說你不要這樣干擾我們好不好 之類的 那我就會跟前來要大聊天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我說了 亂事要用重點啊 然後我就故意說 欸 亂事要用重點 都脫了 欸我今天穿了 我跟你講你就可以 對 你可以前到聊天的時候 字體放超大 就是用那種 阿公阿公阿媽看的那種字體 挪斗一些愛啊 對 就是自己超大的 就是他旁邊這樣 只穿一個字愛 只穿我們的愛沒有不同 對 然後把愛那個字放超大 對 對我覺得就是 有辦試探吧 就亂事要用重點 對 我覺得男友如果還不生氣 對啊 好危險 真的就就 應該多少會 因為那個分手的理由 是很有可能救情婦人 對 因為他們不是因為不愛批判 這樣有回答到嗎 有啊有啊 那下一題 下一題的話是台北的蕭妮 他說 他想要詢問如果結婚後發現另外一半是奈米屌 那該怎麼辦 奈米屌是怎麼意思 奈米屌 他說 老公伯企只有三公分 但因為我們都有共同的宗教信仰 婚前不能有性行為 但怎麼辦一開講就嚇到 騎手無迴大帳 就以生而運靈 關其不與真君子 有三公分嗎 我有聽錯嗎 對 伯企後三公分 就運賭服輸啦 那伯企其實是多下來 可能就是三公分吧 就有伯跟沒伯一樣 有伯跟沒伯一樣 對啊 我剛剛問你講的答案 你說什麼 起手無迴大帳戶 你說他婚前沒有做啊 對 他們有宗教信仰婚前沒有做 對啊 那就是賭伯咩 就起手無迴大帳戶戶 但很多夫妻也是生而育女之後 就不需要的薪生 那個男生嗎 三公分 可以啦 還是議題都一樣了吧 他沒話 對啊 就像奶嘴那樣 就翻門口 進去 真的是奶嘴耶 我不行耶 那該怎麼辦 消你很痛苦耶 我如果是你 但我這 是我個人的想法 可分開啊 我會離婚 我如果是他的話 可是都已經辦完婚禮了 可是他們有共同的宗教信仰 是不是有宗教信仰的人 是不是也不太能離婚 可以啊 那個宗教還是可以離婚的啊 但沒有一些好的理由 可是我覺得你不能為了信仰 你這一身幸福都 屈服於那個信仰 因為我覺得這個人 你的一生比信仰更大耶 對我來說啦 我覺得信仰是信仰 但會不會信仰的 他覺得那是神給他的一些 考驗之類的 那我會覺得那考 那我要克服那考驗 神明的考驗 不是要我克服嗎 那我選擇克服之文 離婚 不愧是無性戀設長 才會不會 我真的沒辦法 再愛我真的 真的要請他去找紅世奇 因為如果我是無性戀的話就可以了 無性戀可以 可是他困擾 因為他是有性戀者 對啊 就看你啦 三公分你可以嗎 你會離婚嗎 我當然會 而且不是 我沒有這個機會 因為我在 蘇智蟹三公分結婚 不行 那蘇智蟹三十公分 廢話 三公分也不行 可以 樓下會壞掉好不好 小朋友樓下大 三十跟三公分 爛三十啊 廢話 好恐怖 硬要選的話爛三十啊 那就看你了 但是我覺得你結婚的理由不要跟他講這個 就說個性不合就好了 反正太傷人 不是看 剛剛結婚有什麼好不合的 就結婚之後反正不合 不然你講的太傷人啊 或是你就說你是無性戀者 然後對方 沒有如果他說他是無性戀者 那他就會接受啦 對啊 對方也要 對方一定也要好不好 三公分還是小心 如果對方說好愛他 就覺得說那算了 對 希望你可以好好做出你生命的決定 我覺得 問問看 他願不願意去做陰莖真大術 可是那個真大術應該也不能真大很多 對啊頂多變6而已啊 離婚拜託 離婚啦 我個人會選擇離婚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對我很重要 我們不會有重視發生母婚 但表示他也沒試過 他也沒有試過性愛吧 照這個 對他沒有試過 他宗教的話 他也沒有試過 那個三公分可能 快不敢吧 對不用試都試都不行 對啊 好啦加油 新加坡的人妻 他說 他在一年前結婚了 他嫁給一個新加坡人 當初選擇結婚就是因為老公很疼他 很愛他 他嫁給了安全感 然後 但是他的問題是 他真的不愛老公 他老公就是 有時候會有口臭 然後也不愛刷牙 然後結婚一年做愛次數不到兩次 是因為他很拒絕跟他做愛 知道老公很愛他 但是也很要他做自己 但是他這樣的婚姻的 他覺得他自己 不知道這算是幸福還是不幸福 他不想要成為婚姻裡面外遇出軌的人 請問你有什麼好意見嗎 比吧 還不是一樣 其實我會大招 我跟妳一起賭的東西 因為每一條路都是賭博 我哪有人跟你保證 對 對啊你不理 但就我自己的經驗 我會覺得他現在是幸福的 相較於來說 什麼意思 就是選擇一個安全感的 我不認同 保守牌是不是 你是誰保守 安全牌 因為人生有很多事情 比較窮 如果你把愛情當中第一個項目 在窮邊 很容易會鬥想 但你應該不要走 也許他都偶爾 等一下 我應該想要 ją 要不要讓人感敘 就這樣 我應該沒有把人感敘 敘賊 也怕 我應該要去做